人文讲堂 拥有独特人生与职场历程的李崇一老师 回归到内在真实的自我 与中年时期斜纲成功 转身为萨提尔模式对话沟通民师 他以用自身的成长故事 以及辅导亲子沟通教养的个案 来分享如何与同理心的有效对话 用爱接纳孩子的成长过程 让我们来欢迎李崇一老师 在我回台湾成立长颜兔心灵维度 串办这家公司 然后到各个地方做演讲 这么长一段时间以来 我最常听到的一个问题就是 我怎么会从美国矽谷 决定中年开始转业 放弃掉过去在资讯产业的工作 然后回台湾从事这项工作呢 其实这个议题跟我的家人有关 因为其实我当时在步入到接近中年的时候 我大概四十几岁 那么我的薪资也没有办法再让我感觉到一种兴奋感 那我能够做什么呢 所以我经常想着 我是不是可以离开现在的工作岗位 我想要离开 当时在我四十几岁的时候 我经常地在我们家里头的群组 就跟兄弟姐妹聊天 我就告诉他们 哎呀不想做了 真不知道能干嘛 那我的大哥李重建 当时他在台湾已经 推广萨提尔模式已经很多年 他也推得这个风生水起 他在群主里面就邀请我 你要真不想干了 你就回来台湾跟我一起合作吧 我们来一起推广萨提尔模式 第一个当然就是 关心我的日后的工作情况 还有我的生计 第二个就是希望我能够接触心理学 因为他认为我跟家里 已经慢慢地疏离远离了 这个远离呢 其实我们大家都很想聚在一起 可是过去的我 我为什么离开这么远 其实有一个因素 再怎么落魄 我想的都是能够在资讯产业 或者是在台湾 或者是在北京 继续地去找工作 那直到有一天 我的父亲突然地 就是被送到急诊室里头 然后我的二哥 传了一个讯息给我 他说我的父亲已经过世了 当时我突然有一个震惊 我还在美国 我就立马买了一张机票 从矽谷 然后飞到了台湾 到台湾以后 我父亲已经走了 但那个时候呢 我留在台湾 大概两三个礼拜 我的大哥崇建呢 他继续地邀请我 他告诉我 你有没有这个时间 可以来听听我的演讲啊 来听听看嘛 因为我的演讲还不错 他当时这么说 我带着半信半疑 我就跟着我的大哥崇建 到了一个学校演讲 但真正让我觉得 非常的震惊或震撼的 是他在演讲之后 跟一位妈妈的对谈 这位妈妈问他 我的孩子已经 好几个礼拜 不去学校上课了 我的孩子已经 国中二年级 我该怎么办 当时我看他 在跟这个妈妈对话 我心想 这个问题很简单啊 因为过去我们的 大脑的思考的惯性都是 我给一个道理 给一个答案就好了嘛 但当时我的大哥崇建 他不是这么对话的 他问这位妈妈说 你的孩子发生什么事了 这位妈妈说 因为他数学功课 作业没有做 然后被老师指责了 所以他就不想去学校了 没想到他这么一不去 就好几个礼拜都不去 崇建问他 当时你发现 你的孩子好几个礼拜 不去学校 你的心里有什么感觉 妈妈说 这样不对啊 不是每个人 都应该去学校上课吗 崇建在这里厘清了 他说我要问的不是这个 我要问的是 当你知道孩子 不去学校上课的时候 你的身体 跟你的内在 有什么感觉 他说 应该有好多的 焦虑 沮丧 还有很多的自责感 好 崇建在这里说 怎么会有自责感呢 你是怎么照顾孩子的 这位妈妈说 因为他花了很多的时间 甚至把工作都给辞掉了 在家里陪了孩子好几年 结果陪到头来 最后孩子还是不愿意去学校 他心里面有好多的自责 从前又问他 你是看待过程比较重要 还是看待结果比较重要的人 如果孩子告诉你 他不断地努力地用功练书 但是他成绩还是考不好 你会鄙视他 你会责怪他 你会鞭打他吗 还是你会仍然地爱他 跟靠近他 这位妈妈说 当然是会持续地爱他 跟靠近他嘛 因为那是我的孩子呀 崇建在这里就问了 那如果你是这样说的话 那么你自己呢 一个认真努力 甚至辞了工作 陪伴孩子的母亲 你也能够爱他 靠近他 而不是一直批判他吗 我们再说 自责就是自我的苛责 这个自我的苛责 就像是身上背了好多的刀枪 往身上插刀一样 当你插了很多的刀 你怎么跟孩子靠近呢 你就很难靠近 这位妈妈说 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她说那你可以思考一下 你要靠近这样的自己吗 这位妈妈说 我要 如果你要 那么你也允许自己 能够做得不好吗 当下这个妈妈在这里 开始掉眼泪 我听到这句话 我突然有一个很大的冲击感 我好像是也不能够 接纳自己做得不好的那个人 因为过去的我 我的期待很高 对我自己要求很高 好像我自己做得不好 我就会往我身上插刀 所以我带着这句话 回到了美国 我吃饭也在思考 我洗澡也在思考 我平常睡觉的时候也在思考 我最后想了半天 我应该是要能够 最靠近我自己的人 怎么我就没有办法 接纳我自己 所以后来 我就决定了回到台湾来发展 那是因为我接纳了自己 我就跨出去这一步 所以各位可以看一看 当我们在做教育工作 在陪伴孩子的时候 其实爸爸妈妈的 内在状态很重要 我们如果都不能够允许自己 我们看到孩子 很多时候 我也没有办法允许孩子 接纳孩子 没有办法靠近孩子 所以你们可以 扶着胸口问一下自己 我作为一个爸爸妈妈 或者是作为一个孩子的照顾者 我也能够做得不好吗 当我做得不好的时候 我也会有很多的自责吗 如果你会有很多的自责 你记得要先把这把刀 先拔出来 插着刀 没法好好的说话 那我刚刚说 我会有自责感 这个机制怎么来的 其实跟我过去的原生家庭有关 因为在我小的时候 我的两个哥哥 他们两个人 在小学中学的功课都不太好 所以我父亲就把他的期望 放了好多在我身上 我一直到升上高中之后 我开始住校 我跟不上课业了 结果我的爸爸 他老是念我 他说你怎么都不好好念书 你两个哥哥都不念书了 你怎么也跟他们一样 所以我感觉到 我是一个不能够被接纳的人 我印象很深刻 有一天 我在高中三年级的时候 我打撞球 可能打到十点十一点 我回到家 我本来打开了门 我捏手捏脚的 就要走上我的房间 当时我的父亲 他就坐在客厅的门口 等着我回来 他喊住了我 阿三 我当时心想完蛋了 我父亲还不睡觉 就准备要来骂我 所以那个时候 我根本不想理他 我就直接要往我的房间走去 结果我的爸爸叫住我 他说阿三 你成天的不回家 老子想跟你说话 都捞不倒啊 都讲不了话啊 我说有什么好说的 你在说还不是要教训我 没啥好说的 你知道我父亲当时 这个情绪就有点高张 他说老子想跟你谈谈话 这么困难啊 你成天成天地不回来 你跟你两个哥哥 一样都不念书 你快要考大学了 你知道吗 我说老爸 你不要再念了 两个哥哥都已经不在家了 就是听到你经常地念他们 还有我妈妈 我妈妈很早年的时候 就离开家庭里头 我是单亲家庭 我说妈妈也被你念跑了 你还要继续念吗 我父亲当时爆炸了 他说你这个儿子说什么话 你像一个儿子的样子吗 你像一个学生的样子吗 我说你不要再念我了 你再念我我就离开 我也跟他们一样 我都离开 我父亲当时也在情绪上 他就指着我说 你滚 你要走就走 你以后吃自己 靠自己 当时我很下心来 我就打开门 我就往家里头的巷子口走去 当时我走到巷子口的时候 我们家一条巷子 左边跟右边是通行的道路 我还在游移 我到底要往左走 还是往右走 当年的我才刚 可能还不到十八岁 我不知道要去哪 我的眼泪突然哗啦哗啦地往下流 我没有人可以接得住我 我甚至想要去找我的妈妈 我都不知道她在哪里 正当我犹豫不定 眼泪不断地流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 我的父亲一把从后头把我抓住 他抓着我的手 就直接告诉我 阿三啊 去哪儿 回家吧 当时我好不愿意 可是我也不知道能去哪儿 所以我就被我爸爸拖着往回家走 回到家以后呢 我胸口有一团郁闷的气 没有办法发现 所以我 把我的房间门大门一甩 然后我父亲在楼下说 这个孩子疯了 对我当年就是疯了 即便如此 我胸口还是有一股气在 当时我握紧了拳头 一拳 把我的这个房间门 急了一个大洞 过了几天 我的脸上开始发生状况了 这个带状泡枕 好疼我还记得 所以这个是当年的我 没有办法被家里头接纳 没有办法被学校接纳 那么我能够选择的道路是什么 我就放弃吧 我就对自己放弃吧 但也还好我父亲 他有一个两极化的人格 他虽然很爱念 很爱说道理 可是他经常的会能够付出他的关爱 所以当时他拉住我的那双手 我也常永远记得 我都会想到我父亲背后的那双手 还是有一个家庭能够接住你的 所以过去对我们的影响很重要 这是我们家一家四兄妹 这是我六岁的时候 当年我的妈妈还没有离家 到了我六岁左右 我妈妈离开家庭 这样的图像就很少见 所以我在从事这个工作之后 有一些父母就问我 现在很多人就会说 你都在情绪勒索 怎么都会是我们的错呢 我要跟各位说 不是你的错 而是我们过去没有被教导 没有学习 只是方法未必适合 所以有一天有一个 妈妈来问我一个问题 她说老师 我的女儿怎么讲都讲不听 我说发生什么事了 她说 她的女儿呢 刚上小学 玩具也不收 她就请她收玩具 她的女儿不听话 她就很大声地斥责她 我说 当时你的情绪是什么 她说生气 我问她 你这个生气 我会让你多久了 她叹了一口气 她说自从我离婚之后 我就经常地感觉到很气愤 我说这个离婚对你有影响吗 她说有 我说什么影响 她说因为她认为 家是要一个完整的 所以她离婚了以后 她是一个单亲妈妈 她不完整 我又问她了 你这个家的完整 这个概念从哪里来的 她说过去她就是个单亲家庭 小的时候 十岁的时候 她都有印象 她的妈妈 因为跟她的爸爸离婚了 她爸爸离开家庭以后 她的妈妈 经常地也对他们发脾气 我问她 你如果回到十岁 回到过去 你希望你的家庭什么样的面貌 她说我希望我的爸爸能够回来 他们不要离婚 我说你知道现在已经做不到了 假设你的爸爸就没有办法回来了 你回到过去十岁的时候 你希望能够得到什么呢 她说我希望我的妈妈快乐 你的妈妈快乐 你可以得到什么 她说我也可以快乐地长大 我在这里就问她 我说会不会有可能 你的女儿也是这样希望你的 她听到这里 她突然眼泪就掉下来 她说老师我知道了 原来我一直都不快乐 过去我希望我的妈妈快乐 就这么简单的事而已 现在轮到我了 我也是一直不快乐 所以你们知道这样子的循环 它会一代又一代地往下走 你要怎么靠近孩子 先别急着解决问题 你要先懂得能够靠近 各式各样的自己 所以我在说 当一个事件来的时候 像我刚刚说一个女儿 她不收玩具 对你有冲击吗 冲击是什么 我们要讲的是 不是要去接纳这个事件 有的人说接纳这个事好难 对 很难 我要告诉各位的是 不是要你去接纳 这个外在的事件 有的人说 我的儿子在学校吸毒了 我怎么接纳 没错 光讲这个接纳 这个状态很困难 所以我有一个新的解释 就是当事件来的时候 要懂得接纳自己的冲击 我是不是有生气 难过 委屈 这个是我的 所以我要为我自己负责 不是别人为我负责 懂得连接自己以后 再来回应外在 所以接纳就是连接自己的渴望 我们在讲萨提尔模式的冰山框架 它的最底层的渴望 其中就是有一个接纳的元素 英文有一句话讲 broken people break people 什么意思 如果我的内在是受伤的 我讲出来的话 很有可能就伤人 就像有一次有一个学员来问我 她想要跟婆婆 好好的沟通互动 她问我 老师我该怎么做 你跟婆婆没有办法 好好的沟通互动 这段时间有多久了 她说好多年了 我说几年前怎么了 她眼眶一红 她说几年前 她的婆婆跟她有争执 我说你当时受伤了吗 受伤了 伤好了吗 还没有好 我试问各位 如果我的内在带着伤 我的伤都还没有好 我怎么跟人家连接 所以先懂得看到自己的内在 再来回应外在 别先急着要解决问题 所以我们在讲 同理是什么 同理是带着爱跟接纳的 在我这个新书 冰山对话这本书的时候 我做了一个发表会 当时有一个妈妈现场问我 她说老师 我都照着很多坊间的心理学 还有这个亲子教养的书 说了呀 来做了呀 我同理孩子了呀 可是我同理了孩子之后 孩子还是没有改变啊 我问她 那么如果你还爱她 你可以失败吗 她说可以 你如果真的可以失败 我邀请你失败两次三次可以吗 她点点头说可以 五次十次呢 一百次一千次呢 所以妈妈在这里掉眼泪 她说老师我知道了 过去的我都在执着于要改变孩子 我不是真的要同理她 我只是希望她能够改变而已 所以我们在讲 同理是带着爱跟接纳而来的 允许自己失败 每一次的接纳 都是跟自己靠近多一点点 也是跟孩子靠近多一点点 要跳脱你过去的惯性 别急着回应外在的时间 而是你要先觉察自己 当我看见孩子在哭 在闹 在吵 我的内在有冲击吗 如果有 你可以在每一个当下 深呼吸 四秒钟 吐气 八秒钟 把这个专注度放在你的吐气上面 然后去感觉一下 你的内在的感受是什么 当我觉察到 我有生气 或者是委屈 或挫折 我请各位做一个动作 拿出你的左手 把它形象化的 把情绪放在这里 你可以这样做 我看见我的委屈 我承认 现在的我 感觉到委屈 我允许 我有这样的委屈感 最后 深呼吸一下 把右手 拿出来 包住你的左手 慢慢地收回到你的胸口 深呼吸 我要接纳 并且爱这样的自己 跟这样的情绪相处一会儿 因为你跟自己有连结 你跟自己接纳了以后 你大概就能够 比较平稳 和缓 和谐 这个时候 我们再来跟孩子做连结 他会比较得当一点 所以 运用到生活上怎么做呢 有一次 我太太的侄子 她叫Henry 她长期住在加拿大 有一年她回到台湾来 那我的岳母呢 有一天 就呼喊着 这个Henry说 准备出来吃饭吧 就Henry在房间里面 她可能 13岁的孩子 玩iPad 她没有听到 所以我岳母又大声叫她 Henry出来吃饭 她最后 罢不得已 就跑到房间 跟Henry说 Henry 阿嬷叫你 你听到没有 Henry那个时候 才拔下耳机 说 我没有听到 阿嬷在这里 有很多的指责 跟说道理 阿嬷甚至说 你这样子 下次跟你爸爸说 我看你还是别回来好了 因为阿嬷叫你 你都不听 Henry听到这样的话 当然心里不太高兴 结果后来 我载着Henry 还有阿嬷阿公出门 我们一起在车上 当时Henry整个人 眉头皱起来 跟这个包子一样 都不讲话 原本一个 这么活泼乖巧的孩子 结果阿嬷这么一说 他就不说话了 车上阿嬷又在跟他说 你下次要记得 阿嬷叫你 你要懂得回应 Henry仍然沉默不说话 当时我看着Henry 我就从后照镜 因为我开车 我就从后照镜 问Henry 我说Henry Are you feeling upset now? Henry你现在正感觉到 生气跟难过吗? 你们知道 情绪如果一旦被点名 它就有一个宣泄的出口 当你能够点名情绪 它就可以开始健康地流动 这个是一个接纳的开关 起点 所以Henry听到我这么说 仿佛这个水龙头被打开了 他就开始掉眼泪 他就不断地哭 他就说 我也不是故意的 我真的没有听到 阿嬷在旁边 他也不忍心了 因为每一个家长 或者是你是孩子的照顾者 我们的目标都是希望 跟孩子更靠近一点 这个阿嬷也是的 所以当他看到Henry在哭 他就赶快拍了Henry 说阿嬷知道 阿嬷秀秀 阿嬷秀秀 你也不是故意的 下次别这样就好了 这是一个很可爱的场景 我要跟各位说 你要是懂得 怎么走进一个人的内在 接纳一个人的情绪 我刚刚做的就是 我看到Henry的眉头皱起来了 我猜测Henry的内在有冲击 这个冲击是什么 可能他有生气的 有委屈的 有难过的 所以我点名他的情绪 Henry 你是不是在生气跟难过 接纳他的生气跟难过 一旦接纳 他开始流动 他愿意告诉你 就如同我当年 假设也有人 这样能够靠近我的话 我就能够被接住了 我可能高中有一些 蠢事烂事都不用做 因为过去的 我不能够接纳自己 所以我干脆就放弃了 假设你懂得 接纳一个人 首先要接纳自己 各位父母亲 别先急着去解决孩子的问题 懂得接纳自己 才是靠近孩子的一个起点 所以我说 如果你要懂得对话的话 它是一个由内向外的道路 先整理好自己 最后带着同理 靠近孩子 同理孩子 不是为了改变 而是带着爱 跟接纳而来 我是李崇一 谢谢大家 无论是家庭成员或亲子关系的对话沟通 从自我觉知开始 先看见内在的自己 才能够在渴望中连结自我和他人 并且在面对他人时 靠近对方的内在 也更接纳对方 感谢李崇一老师的分享 任务讲堂 我们下次见 感谢李崇一老师